一名穿着黑色合身连身裙的女子 走在人行道上边讲电话 接着一屁股坐下来休息 但仔细看不远处 一名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 带着口罩 不断朝着他这个方向 拿着手机狂拍 一边拍不够 换个角度继续拍 这时女子察觉不对劲 开口制止男生 男子这时才快速逃离现场 从另一个角度看 男生拿起手机毫不遮掩地 对着女子狂拍 女生站起来呵斥 他还不罢休 拍完最后一张才离去 行为相当令人不舒服 当时这名怪男 从前方100公尺的饮料店 就一路对着女子狂拍 连女子坐下来休息 男生还是拿着手机一直拍 我又于光看好 然后又在拍我 可是那时候拍我 我也会要拍我们的营业时间 可是到最后他又往前拍 然后又靠我比较近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说 他其实不是在拍营业时间 然后他是在拍我 18日中午12点多 北市内湖区怪男在饮料店前 就开始拿着手机对女生狂拍 女子察觉有意 往前走到日式料理店 男子持续猛拍 阻止他才迅速逃逸 讲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只是这个行为 警方协助提出性骚扰申诉 而法律上也可能有触法疑律 有可能会撤办到 性骚扰防治法 另外一个就是 有可能回到民法上面 主张说我的肖像权 我的人格权 被你一直拍摄受到的侵害 也可以主张排除 以及损害赔偿的责任 正面遇上狂拍怪男 实在好无奈 公布监视器画面 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害 假共扬来黄泉台北报导 蔡政府官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